十年北伐 八年抗战 四年内战 叱咤金三角 胜败论狗熊 这是当年歌剧缅北国民党残军 打出的豪言壮语 关于缅北延续到今天的局面 要从两个方面讲起 一个是国民党残兵系 一个是缅共系 早期来到缅北歌剧称熊的 是1949年内战后 败退至缅甸的国民党残兵 他们辗转溃逃至金三角地区 以两千人 调打两万缅甸军队 成为了缅甸的土皇帝 掀起一场场腥风血雨 称霸当地数十年 绝处逢生的李国辉残步 1949年 解放军势如破竹 由北向南统一中国 老蒋退守台湾 在云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仓皇四处奔逃 第八军709团团长李国辉 率领的七百余人 不愿投降解放军 他决定冒险带着部下 越过边境逃亡缅甸 李国辉是个爱兵儒子的长官 所以到了最后关头 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追随他出走一国 李国辉具有不错的 军事指挥能力 为人又十分谨慎 他率部潜入缅甸时 就制定了周密的路线计划 在经过两天两夜的 急行军后 残军穿过了缅甸的 原始森林进入到一个 叫小孟坝的地方 缅甸的热带雨林中 李国辉始终保持警惕 派遣侦察兵开路 并查探情况 结果侦察兵报告了一个 令李国辉害怕的消息 前方的村子中出现了 数量众多的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战败的李国辉 已经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他害怕遭遇解放军的围剿 仔细一打听 原来对方也是国军的一部分 是第26军93师的残兵 由潭中率领 他们和李国辉的部队一样 打了败仗无处容身 士气早已消磨殆尽 两支败军的领头人 李国辉是正团级军官 潭中是副团级 都是国军之中 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军官 两队残兵败将 在缅甸的相遇了 也算是他相遇固知 潭中表示愿意听从 李国辉的调遣 于是两军合并 总人数超过1600人 两军合流之后 他们决定在当地安营扎寨 安顿下来以后 李国辉首先想到的事情 是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 潭中所部 通讯联有一部电台 但进入缅甸后 电台坏了 休了三天 才终于与台湾国军取得联系 然而台湾国民党方面回复 党国退守台湾 以无力支援 拟布自谋出路 国军败退台湾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整日提心吊胆 自顾不暇 又怎么会顾得上 这缅甸这帮残兵败将的死活呢 仅会来泰铸五万元 这相当于打发叫花子了 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 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 在孤立无援 缺少粮食枪支弹药的缅甸 一旦发生战事 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李国辉直到此刻才明白了 什么是鞭长莫及 但是怨天游人于事无补 在清点残兵败将 以及武器装备后 李国辉 潭中商量决定 将总部设在小孟邦 孟国镇 孟严各助手一个团 李国辉意识到 他们需要一个身份标识 于是打出国军反攻复兴部队的旗号 一时间 败退到缅甸的残兵都纷纷加入了李国辉的队伍 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李国辉就快速扩充到了三千五百人 他们便在缅甸北部安了家 并且因为国军曾派遣远征军进入缅作战 所以缅甸民众对他们的感官还是很好的 为了能彻底在这里扎下根来 李国辉命令手下士兵与当地百姓通婚 而自己则是核地投舍搞好关系 而这些举动便是为了将当地百姓和自己捆绑到一起 人员扩充了 但也得有手段养活这群等着吃饭的溃兵 李国辉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自足 他命令有务农经验的手下 去营房附近的田耿上开荒种地 种植急需的粮食以及蔬菜 有人有粮还得有枪 而军火是最烧钱的 养活这么多士兵 光靠种地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李国辉思考再三 决定帮当地的毒贩做保镖 只要把一个鸦片贩子的货物 从缅北安全地送到缅泰边境 那么残军就可以领一大笔赏钱 当地的毒品产业最早起源于 1824年英国侵略缅甸时期 英国人带来了英素这种罪恶的种子 并在缅甸大范围开启英素种植业 而缅北地区地形复杂 私人武装横行是毒贩们的天堂 而李国辉的部队凭借其实力和装备的优势 为毒贩们提供保护 并获得丰厚的保护费 渐渐的李国辉发现单纯做保镖赚不了大钱 士兵越来越多 吃穿用度开支越来越大 他忙活这些生意远远不够开销 他便有了更大的胃口 那就是种植鸦片 而这便是金三角毒销军阀的开始 李国辉安排手下开垦荒帝 种植英素 大麻等 种植出来之后 加工卖到泰国 以此来赚取生活费 国军残兵参与毒品贩卖业务 从种植贩卖到运输 形成了以军养毒 以毒攻军的运作模式 随着部队的壮大 李国辉成为金三角地区的一方军阀 缅甸政府建境内来了一支军队 顿时大惊失色 立即让人调查他们的来历 在得知这些人是国军溃兵后 便多次下令驱逐 国军虽然在内战中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在缅甸却还是可以横着走的 完全不理会缅甸政府的逐客令 恼羞成怒的缅甸政府立刻派兵进攻李国辉部队 没想到这一仗不但把缅甸政府的脸面打丢了 而且长了李国辉的威风 1950年5月 缅甸政府增兵6000人进入缅北山区 控制多出要点 有炮兵三个连 战车一个连 派空军连日空运武器至警洞地区 并派员劝响李国辉 李国辉对缅军嗤之以鼻 在谈判无果后 缅甸政府军派出二战式的古董轰炸机 轰炸残军的军营 由于缺乏防空武器 李国辉指挥部队退入原始森林防守 缅军以为李国辉害怕了 大喜国王立刻派出一万大军进森林搜捕 希望把国军一网打尽 没想到缅军中了李国辉的圈套 残军虽然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 但是他们都是经历过 入缅作战的远征军老兵 丛林作战的经验 比缅甸本地人还要高尚不少 天黑过后 只听李国辉一声令下 士兵们网步枪上刺刀 长着夜色的掩护 反击攻入防守松懈的缅军阵地 缅军一个连大概一百多人被国军全歼 6月28日 李国辉下令对缅军发起总攻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 如果掐断敌人的指挥链 那么他们就可以躲避敌人搜部队 尽快撤往太缅边境 有四百多位士兵组成赶死队 突袭缅军布置在突围必经之路的炮兵阵地 在战斗开始之前 李国辉向赶死队全体官兵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 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 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胜了我们才有幸存的希望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深夜下起暴雨 全体官兵健壮无不难过落泪 但是在求生的驱使下 他们甘愿一搏 残兵们乘着夜色 摸上了缅军的炮兵阵地 捅死了十多个 直接靠在大炮旁边休息的炮兵 俘虏了205名放弃抵抗的缅军 缴获了十尊重型火炮 大获全胜 残军打得虎虎生威 把助手小孟棒的缅军 打得哭爹喊娘 缅空军司令 亲率军机三架低飞扫射 其坐机却被国民党军机枪击落 缅禄军总司令奈温将军 自仰光飞颈动 亲任总指挥 仍为奏效 缅军伤亡遭服者颇多 枪炮汽车也损失惨重 国军残兵重新夺回了 被缅军占领的小孟棒 这场战役 以国军死伤一千人为代价 打死缅军一千五百多人 打伤缅军三千多人 俘虏三百零二人 见残军这么难对付 缅军只好拉下脸来 同残军展开谈判 缅军开出的条件 为维护缅甸主权 只要残军释放俘虏 离开大齐利和公路沿线 将允许残军居住 缅方通知地方政府 协助公粮 国民党残军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同意缅军的条件 在送回俘虏后 换取了暂时在缅甸居住的权利 国军诸步退出大齐利 近屯缅太边的猛撒 该处有四十余村寨 量产丰盛 就此安顿下来 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 不静而走 震动了缅甸 泰国 老挝 各国记者纷纷进入大齐里 采访残军 顷刻间 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 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 残军的赶死队 全间缅军炮团等等报道 在曼谷日报 新加坡早报 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 经泰国和新加坡的媒体 大肆报道 李国辉的部队 也真可谓是一战成名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部队人数迅速增长至近万人 李明上任1950年 败退台湾的老蒋 突然看到一篇 国军第八军残部 打败缅甸国防军的报道 于是立刻喊来第八军的司令官李明 质问为什么将一支 这么厉害的部队丢在缅甸 不管不顾 此时的李明也是委屈的 当时撤退大陆的命令 又是你讲委员长下的 在云南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谁还管得着这支残军呢 李明 国民党陆军中将 他的作战经历丰富 年轻时在黄埔军校深造 和林彪是同班同学 抗日战争时期 李明在战场上确实表现优异 1939年 率部参加了昆仑关战役 1941年 李明率部队多次击退 进犯曹家范的日军 顶住了敌人多次反部 1944年 松山前线的作战形势不乐观 原先的部队 打了两个月 却迟迟攻不下 李明率第八军前去支援 他发挥炮兵的优势 快速摧毁敌人的攻势 仅用三天时间 就拿下松山 在国共内战的淮海战役中 李明深知国民党 大势已去 扬装成普通农民 躲过了解放军的层层追捕 逃往了台湾 此次撤离的 只有他自己 手下的30万军队 全部被引入解放军的包围圈中 全军覆没 老蒋不放弃反攻大陆决心 现在看见流落缅甸的残军们 把缅军打得落花流水 蒋介石片刻就来了精神 他琢磨着 打算利用缅甸这支队伍 建立西南反攻基地 于是便把他们的老上司 原地八军军长李明空降到缅北 领导指挥这支部队 李明拿到委任状后 并没有冒冒失失地 直接前往金三角 而是先到达泰面边境里 约见了李国辉 因为李国辉在缅北战山为王 李明不确定自己这个光感司令 还能不能指挥动曾经的下属 但此次会面 让李明欣喜万分 他的担心纯粹多余了 李国辉是职业军人 也是个老实人 他出身于黄埔军校 国军的军事条例 他还是遵守的 当场表示 愿意接受老上司的领导 就这样 李明到达缅甸后 顺利接手了李国辉的指挥权 新官上任 李明为表示大方 帮助这支残军 争取到台湾方面 每月发8万至14万泰铢做不及 还以私款10万美金作为军饷 这当时是一笔巨资 然后 他搞了一次大阅兵 把当地所有吐司叫到一起 在他们面前炫耀了一下国军的能力 让一众吐司觉得李李明的十分厉害 纷纷寻求保护 李明询问李国辉 没有党国援助期间 你不都是怎么生存过来的 李国辉指着绿油油 一片樱塑花植株 就是靠这些 这些樱塑 每一颗都是黄金 李国辉说 台湾虽然立于固守 但难于发展 不如缅甸的发展空间大 这里是可以谋图霸业的好地方 李明对李国辉的想法十分认可 他点点头 若有所思 本来他们是职业军人 一开始是不屑于贩毒的 但在生存面前 他们变得没有了底线 李明打算沿用李国辉的政策 以毒养军 积蓄力量 以图谋大意 金三角地处缅甸 泰国 老挝三国交界处 中心位置在大旗里 此地虽然面积不大 但十分肥沃 曾是一处盛产粮食的宝地 英国人统治缅甸时期 开始在这里种植英素 将金三角变成以盛产鸦片 获取巨额利润的地区 由于有了国民党军队武装押运的保护 鸦片的贸易量一下子突飞猛进 该地区中毒产毒 因此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其鸦片年产量在五十年代末 已达千吨以上 占当时世界非法鸦片年 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五十 李密将鸦片种植业做得风生水起 很快就将整个缅甸地区的毒品生意 全部都归于自己的手下 各地吐司对李密的队伍 也采取拉拢态度 但同时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李密需要帮助他们走私贩毒 一个是他们与缅甸政府武装发生冲突时 李密需要提供军事援助 李密本来就打算做鸦片生意 来维持军需 自然不会拒绝 欣然答应以后 两者之间迅速形成同盟 李密还在湄公河西岸峡谷中 修了一个简易机场 江腊机场 台湾方面通过空投和绕到泰国转运 给李密提供弹药和军饷 后来蒋经国亲自飞到缅甸视察这支部队 并且给这里的残部带来了许多武器装备 为了帮助残军 在缅甸彻底站稳脚跟 蒋介石请求美国 CIA帮忙训练缅甸残军 同时 CIA每年给残军部队 2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用于购买军火 一级不及贫 在得到装备后 李密更是如虎添翼 在吞并了附近的土匪和土司武装 在他们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活动范围几乎是整个煤公河流域 缅北国军声势最强的时候 拥兵三万余人 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金三角 约20万平方公里 面积约为台湾五倍多 李密还在猛撒开办了一所 反共抗俄军政大学 轮训下级军官 在东南亚招收学员 学员最多是达2000人 独销昆沙成为第一批学员中的一名 从此以后 金三角这里的生意便朝着军事化 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而李密俨然成了金三角 一带的土皇帝 至此 李密彻生出了奢靡骄纵之心 开始长期脱离军队驻扎地 前往泰国曼谷 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将军队具体执行任务的沉重工作 全都推给了李国辉和谭忠 蒋介石亲眼目睹了李密取得的巨大成绩 对时信心倍增 于是蠢蠢欲动的老蒋 给李密下达了一条命令 反共大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在朝鲜战争日益白热化之际 原先显为人知的这支缅甸国军残部 成了美国政府手中的一枚棋子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 美国认为利用这支缅甸残兵 是牵制中国一个不错的学将 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 但前提是李密需要攻入中国境内后 方可对其进行空投不及 李密早已习惯在缅甸当土皇帝 不想再替老蒋卖命 他只是出功不出力 给部下李国辉下了命令 绝对不能和解放军硬刚 李密意味深长地对李国辉说 你们反攻大陆 能打就打 不行就退 千万要保存实力 减少伤亡 李国辉也明白李密的意思 所以只是在我国边境进行骚扰 并且一旦在引起解放军注意之后 就立马全速撤兵 1951年5月 李密所部从缅北分南北两路向云南推进 发起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此后两个月间 李密军一度占领云南边境的镇康 双江 耿马 梦顶 苍原 蓝仓 宁江 南桥等八个限制 对于国军残佈在云南的反攻活动 新中国政府给予高度警惕和强烈谴责 李密再三确认解放军主力不在云南 就马上赶到云南边境 搞了一场大捷庆祝仪式 并要求记者一同前往 目的是给蒋介石交差 美国见国民党形势大好 立刻将武器运到李密的手中 李密收到武器后 马上命令李国辉将军队撤回来 不仅军队毫发无伤 还摆解了美军的不及 不久后 解放军腾出手 部队来到了云南边境 这支国军残佈孤军深入 实力有限 在解放军发动反击后 很快便全线溃退 李密也明白了自己几斤几两 打免军还行 和解放军打那是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于是李密打消了反攻的想法 准备安心地在缅甸发展自己的势力 俗话说 卧榻之策岂容他人酣睡 国军残佈在缅甸的军事存在 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威胁 处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 又迫于反对党的压力 缅甸政府下定决心将国军残佈驱逐出境 打败缅军 成为缅甸王缅甸时任总理乌鲁 看见李密反攻大陆 偷鸡不成十把米 刚刚打了败仗 正是轻缴他的时候 便集结几万大军 想要一举将残军赶出缅北 听闻缅军在集结兵力 李密拍二击 老子打不过北边也就算了 正生着闷气 这小小的缅甸赶找上门 正好找他出一口恶气 国军部队虽然是残兵败将 但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的锤炼 也是非常能打的 这个情况缅甸政府大概也知道的 所以缅甸政府自觉心里没有底 便决定拉上印度做个帮手 缅军除了出动一万多国防军外 还花重金请了四千印度雇佣军来驻战 加上缅北吐司的部队 缅军总兵力达三万人 此战远在曼谷的李密 并未直接参与指挥 残军的灵魂人物李国辉 和他指挥的一百九十三师 及彭城的九十三师 是此次作战的主力 分别负责南北县的作战 1953年3月 缅甸和印度雇佣兵联军 向国民党残军发起进攻 史称萨尔温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残军为了经营鸦片生意 他们分散在金三角各个地方 忙着收鸦片税 真正投入作战的人数并不多 形势对残军极为不利 但没有退路的他们 只能拼死一战 战争开始之初 国民党残军打得非常艰难 两军对峙于拉牛山 参与进攻的印度雇佣军 手段特别龌龊 他们用当地华人民团的俘虏 做人肉盾牌 对残军喊道 开枪吧 让我们缅甸人和印度人看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杀中国人 这些行为直接激怒了国民党残军 拉牛山正面大约不止有一千人左右的残军 其指挥官是李国辉 他们顽强地抵挡住了缅印军的多次猛烈进攻 几天后 奸诚而来的四千名援军赶到了 发起了反攻击 很快打得缅印军落花流水 溃败而逃 残军憎恨印度兵之前的残忍 专门追着这支雇佣军猛奏 印度雇佣军的头头叫丹尼尔上校 在此役中举枪自杀 最终 印度兵四千余人死伤三千七百余人 剩下的印度军队打怕了 没跟缅军打招呼就逃走了 几万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丢盔弃甲而逃 此战胜利后 李密膨胀了 他在泰国曼谷 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 记者问他 李密先生 您这个云南王刚打了大胜仗 什么时候能重返昆明啊 李密大笑 我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 要做缅甸王一如反掌 就看我想不想做了 此语一出 缅甸舆论哗然 首都仰光学生上街游行 要求战败的总理乌鲁 和国防部长吴奈温下台 撤回台湾1953年 老挝政府获知 国民党残兵打算用一千多人的部队 护送三万公斤毒品越过棉老边境 在老挝和国际独销交易 国民党残军的行为 是实实在在的挑衅老挝国家主权 为了报复 老挝下令派出六架战斗机扫射 轰炸入境的残军部队 在老挝空军的攻击下 五百人的押运部队溃不成军 丢下押运的全部毒品 往缅北方向逃窜 这个事件在世界引起轰动 残军盘踞在自己国家北部 缅甸政府也很难受 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能将他们剿灭 于是缅甸联合老挝向联合国抗议 控诉蒋介石派军队霸占他们的领土 要求台湾现期撤出驻扎在缅甸境内的部队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 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 要求其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收容 或立刻离开缅境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觉得李密伟大不掉 不好控制 而且暴露了他想当缅甸王的野心 这也是老蒋忌惮的 眼看这事儿给闹大了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老蒋只好命令李密撤军返回台湾 防止他再在缅北惹事生非 但此时的李密 早已经习惯了在曼谷的奢靡生活 自然不愿意重新回台湾 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李密表面上执行蒋介石命令 自己率先返回台湾赴命 同时暗中给李国辉和谭忠下令 让他们只撤走老若病残回台湾 将主力部队继续留在金三角 李密以为自己的操作很精明 可以轻松瞒过蒋介石 但他哪里会想到 蒋介石早就留了一手 残军之中 建立这支队伍的李国辉和谭忠 功劳极大 却慢慢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逐渐沦为无人问津的中下层军官 不仅得不到晋升机会 也拿不到好处 还要替李密守在深山老林中流血流汗 眼巴巴看着李密升官发财享受 李国辉和谭忠则根本不愿意继续给李密卖命 直接倒向了蒋介石 同意率部返回台湾 1953年11月到1954年6月 国军残部从缅甸的撤军行动 得以分三阶段进行 据台湾方面统计 先后有6572人撤到台湾 其中官兵5699人 家属873人 在缅北叱咤风云 不可一世的李密 也被迫返回了台湾 至此一代枭雄落寞了 而李密回到台湾后 随即受到形同软禁的待遇 余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 撤回台湾的李国辉 也被台湾军事法庭 判了一个盗卖军火的罪行 这个判决 让国民党内部很多人看不下去了 纷纷找到了老蒋求情 可能觉得事情做得太过 蒋介石给了李国辉一个特赦 此后 这位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开山鼻祖 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 李密从此以后 失去了蒋介石的器重 余生碌碌无为 最终死于台湾 李国辉等撤回台湾的残军官兵 结局也都十分凄惨 李国辉在台湾做起了小生意 勉强肚致 其他国军士兵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生计都难以维持 六 太免孤军在撤军实施过程中 老蒋仍设法将部分国军残部留在了缅甸境内 柳元林被任命为总指挥 并且在日后成为活跃在金三角地区的一支 从事毒品活动的军阀 柳元林把剩下没有撤退的国军整编 经过几年的发展 又重新变回兵力两万多人的规模 这下缅甸政府气炸了 再一次向缅北的国民党残部 发起了剿灭战斗 可是缅甸当局并不知道 就算撤走了一个里面 接替他的国民党将军柳元林 依然是很能打的 因此这场战斗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短短几天 缅甸军队就惨败了 在接下来几年间 缅军都会跟国军残部盖上一仗 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1960年 缅甸政府忍无可忍 派出了国防军总司令吴奈温 前去北京 请求中共帮忙铲除缅北的国民党一部 本来缅甸对新中国政府心怀忌惮 一直不同意我国军队入境作战 到了实在到了没办法的时候 只能主动请求中共出兵 同年 中国出动一万兵力 进入缅甸围剿进攻国民党军残部的22个据点 不得不说 中国解放军就是国民党残军的克星 就像蜈蚣在狠辣 也怕攻击一样 打军一到 残军就已经被吓得风声和力 中国军队的介入 使得残军节节败退 柳元林指挥失败后 也被召回台湾 缅甸也趁机收复了大片领土 在被解放军击汇后 仍有部分残军逃出了缅北 来到泰国北部暂时驻扎 这部分人有三千余人 由国民党将领段锡文统领 他们大部分为云南人 不愿去台湾这一孤岛 段锡文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他怕到台湾后不会有出路 因此决定留在缅甸 与三千多云南籍官兵共存亡 他们不再提反攻大陆 不再去做无谓的牺牲 而是要自谋生路 做一个军阀 占山为王 当地的瘴气和瘟疫 不断使部队检员 段锡文率一步越过缅台边境 在树林里穿行四天 来到海拔较高 气候相对宜人的 泰国青莱府美斯勒地区 美斯勒距泰国和老挝边境不远 偏僻闭塞 地形显样 一手南弓 势力宿足居住去 不久 第三军的李文焕军长 也率兵进入泰国 投靠段锡文 至此 残军在金三角的故事 从缅甸转移至到泰国 这支部队 后来也被称为泰免孤军 然而 血雨泪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终结 残军相继进入泰国的消息 不静而走 泰国军方吸取缅甸军队的教训 不敢轻举妄动 这期间 蒋介石对段锡文这样一支 有战斗力的部队 脱离台湾领导于心不干 1969年到1970年间 台湾多次派人来寻找段锡文 商谈恢复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 均遭到段锡文和李文焕的拒绝 段锡文说 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 不供给枪支弹药 你们还要来管我们 你们太不知趣了 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 还向二十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 记住 这里可是金三角 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 不会相信国民党 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会见残军 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 对于这支国民党部队 泰国政府打又打不过 敢又赶不走 为此感到十分头痛 但泰国还有另一个心腹大患 巴当反政府游击队 那当属青莱省府的一个村子 地势险要 山路曲折坎坷 树木遮天 巴当反政府游击队 有一千多人的武装 泰国军方围剿了二十多年 动用飞机大炮 也没有将他们消灭 更夸张的是 这支反政府游击队 甚至还攻城掠地 绑走县长 又捕了青莱省省长 还打死了保护省长的警察局局长 泰国全国一片哗然 大骂军方无能 泰国政府明白 国民党残军当下的主要目的是生存 而巴当才是政府的毒瘤 必须先除之而后快 于是 泰国政府便决定赵安残军 泰国政府和段锡文谈判 开出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条件 如果国民党残军帮忙剿灭 泰国巴当反政府武装 那么他们可以获得 泰国美斯勒的永久居留权 并获得泰北民众自卫队的光荣称号 段锡文大喜过望 因为随着漂泊时间的增加 队伍中的老兵越来越渴望安定的生活 而且他们也有了子女 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 残兵们已经厌倦了战争 为了他们的后代有块立足之地 为了不再流落漂泊 残军们决定帮助泰国政府 对付这群难缠的敌人 1970年2月 经过周密准备后 段锡文开始往武装分子 盘踞的地方进攻 他首先命令 手下600名士兵发起第一轮攻击 但这600人不是主攻部队 而是吸引武装分子火力的诱饵 由于不知道敌人的底细 见进攻部队使用和太军一样的手段 武装分子放松了警惕 在另一边 段锡文部署了200人的赶死队 用攀岩绳摸进武装分子 射在山上的阵地后方 趁武装分子与正面敌人交战时 赶死队把武装分子的阵地捅了个对穿 当场击毙356位武装分子 俘虏剩余的708位武装分子 在战后打扫战场时 泰国军方对残军的战斗力赞叹不已 因为这仗实在是打得太漂亮了 泰国政府果真说到做到了 就在这场战斗结束后 国民党残军果真获得了泰国的居住证 而那些在围剿行动中被打死打伤的残军 家属都领到了泰国政府发放的抚恤金 1980年6月18日 残军的灵魂段锡文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十年69岁 段锡文死后 由武军参谋长雷宇田出任总指挥官 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 雷宇田云南建水那西村人 在滇军中历任排长 连长等职是段锡文的老部下 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 雷宇田刚担任总指挥官 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 要他派兵攻打考科山反政府游击队 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 也是泰国的心头之患 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出动两万多人的兵力围剿 军告失败 这次泰国政府许诺 只要残军攻下考科山 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 将全部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 可以自由进入青迈 曼谷等地 为了子孙后代 雷宇田也接受了任务 此时的残军已经清皇不揭 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残军 如今都已50多岁了 第二代兵员虽然只有二三十岁 缺少实战经验 雷宇田从第一代第二代残军中 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 组织突击队 由陈茂修担任指挥官 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2月16日 泰国军方对残军指派500人参加 极为不满 你们这些人年纪大的50多岁 小的178岁 而且穿的军装破烂不堪 还能打仗呢 泰军方心里是看不起他们的 认为今非昔比 残军再也不是十年前 打巴当的那些人们 陈茂修并不理会外界的嘲讽 他们是老级福利 志在千里 老兵们悄悄潜入后山 直接从考科山后面 兵分两路 发起突袭 经过三天浴血奋战 这些老兵终于攻下了 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考科山 共打死游击队350人 俘虏206人 老兵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出征500人 战死260人 收复考科山 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 当老兵乘运输机返回清外时 清外省府特别为他们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残军的后代一出生就是泰国公民 大约有6万人 泰国政府也没有再限制他们自由 到今天 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整个泰国 而美斯勒在今天 也成了泰国北部的旅游圣地 那里的小孩都要学泰语和汉语两种语言 为的就是知道自己祖辈从哪里来 至八 90年代 国民党残军系正式消亡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不仅如此 他所创下的金三角的辉煌记录 也被别的军阀接手 大毒枭昆沙接管了国民党残军的事业 继续从事毒品生意 并将缅甸彻底成为毒枭的天堂 金三角闻名于世 而当年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 是缅北割据武装的开端 他们从国内溃败而来 以军互毒 以毒养军 不仅开启了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大门 还培养出全球知名的大毒枭和大军阀 连锁反应正式开启